世界般外圍賽中港大戰第二回合 香港主場場地仍未確定 匡民署說香港大球場11月初有籃球賽事 不相信草地能及時恢復的機會好味 要由竹種決定是否仍然要用大球場 而竹種說草地質素是關鍵 不會堅持用大球場 封品杰報導 大球場的草地差不多完成重鋪 有三分二的草已經培植穩定 合適進行比賽 11月初就會有籃球奧運外圍賽在這裡舉行 經歷兩天密集式52場比賽之後 匡民署說11月17日世界盃外圍賽中港大戰 要在大球場作賽草地未必復原到 我們戒清手都不會明天就好回來 這個問題就是大家要實際看到 而專家都告訴我們 德國八天一個打完差不多五十場的rugby 草地能夠完全恢復 我想機會都是十分之美的 選擇始終最後都是要竹種決定的 我們康民署是一個球場的 我們是給一個球場出來的 當然球場的情況我們一定會如實向我們租場者說回來 康民署為大球場增設全新的排水管 務求提升排水系統減少積水 也在場內設置了照明燈和風扇 加速草皮生長 不過康民署說一般在籃球賽後要三至四個星期 草地才可以恢復原貌 大球場有三分之二的草地 草仍然比較疏落 密度未夠百分之七十 未達至合適比賽的理想狀態 竹種副主席貝君奇說 如果草地未能及時恢復 竹種不會堅持用大球場作菜 既然有專家建議我們竹種 沒有理由堅持一定要在大球場 因為如果真的發生了場地出現困 被國際觸獻認為不適合比賽的話 那麼這件事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因為如果我們預售了三萬八千飛出去的話 如果你說再要改地方 如果改到小西灣只有一萬二千不足的話 那就問題很大了 他說小西灣運動場是大球場以外的首選 不過容納的球迷只及大球場的三分之一 NATV記者鳳文杰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